第二四题,第二四题到第二七题是题主 52赫兹是一头鲸鱼的名字 科学家比尔瓦金斯在1989年侦测鲸鱼的名唱声时 发现它的发声频率为52赫兹 比其他鲸鱼高许多 一般鲸鱼发声频率约介于10到39赫兹之间 52赫兹独厕的发声音频率 将使得它无法获得其他鲸鱼的回应 因此52赫兹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 它的故事引起人们的好奇 人们以此发想 故事还成为歌曲和电影的题材 请预计题意回答下列第二四到二七题 第二四题是我们说 已知长须鲸能发出20赫兹的声音 与52赫兹所发出的声波比较 喜下叙述何者正确 那么我们晓得我们的频率呢 我们的20赫兹是比我们的52赫兹小 但是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所以20赫兹的频率比较小 那么周期会比较大 所以选项A说 长期率经所发出声音的周期调大是对的 选项B提到了申数 那么我们的申数呢 只会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 与波源的振幅及频率无关 所以不管是20赫兹还是52赫兹 他们在海水中的传播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选项B说 52赫兹所发出的声音声速较慢 这个是错的 那么我们又晓得呢 所谓的波数呢 又等于频率乘以波长 那么我们现在在海水中的声速是一样的 但是20赫兹的频率比较小 所以它波长要比较大 所以20赫兹长须鲸的 发生的声波的波长会比较长 所以选项C说 长距兹所发出声音的波长较小是错的 选项株呢 提到了52赫兹所发出声音能传的较远 这个是错的 因为能不能传的比较远 是跟所谓的响度 响度有关 政府有关 可是我们从题目中看不出来 谁的政府比较大 响度比较大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谁会传的比较远 因此第24题问我们说 与52赫兹所发出的声波相比 以下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长距兹所发出的声音 周期较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兹所发出声音